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素食屋外Vianne 我今天想分享一個用豆片豆腐做的漢堡 非常之嬌彈和好吃的 你可以當作一個Burger 放在Sandwich裡面享用 或者你可以當一個素牌放在意粉旁邊享用 一樣非常好吃 而且非常鬆脆 因為外面有脆脆的感覺 但裡面有很多纖維 這個素項是怎樣做的呢 不如大家一起繼續看下去吧 我這裡有兩包大豆片 大約放四份一口的大豆片 和少許薄的大豆片在水中浸 浸大約半個小時後 我們就把水倒出來 然後把豆片擠乾淨水 然後豆味盡量沖洗乾淨 我們重複這個過程 直到豆片變軟 而且沒有太多的大豆味 那些大豆碎通常都是黃黃色的 浸軟熟了的豆片比較容易撕開 把豆片現在撕回水然後備用 我們現在可以準備其他的材料 我們準備小麥蛋白粉65克 粟粉65克 木薯粉10克 藕粉75克 油大約30克 油大約30克 然後舉薯粉40克 準備大約150毫升的水 少少的蘑菇粉和椰糖20克 然后红菇酱45克 我们现在可以将豆片放入食物搅拌机里面 加入油然后搅拌大约30分钟 你会看到豆片慢慢撕开 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所有干的材料了 然后慢慢加入150毫升的水 开机再搅拌30分钟 加入红菇酱 如果你有红菇粉就会比较容易调味了 继续搅拌15分钟 调味方面我们就可以加入五香粉 少许的肉桂粉 然后少许的白胡椒粉 少许的酱油 然后继续开机搅拌 如果你觉得颜色不够 就可以再加入多一点红菇酱 我们现在可以停一停 然后用干净的手试一下的手感 如果你觉得太干 就可以加多一点水 大约50-100毫升 再搅拌大约10分钟就可以拿出来备用 我插了大约3个手掌大的汉堡形状 还有加入半砖滑豆腐大约227克 然后用叉鲜压碎搅拌 然后用手搅拌 差不多这个状况 我们就可以塑造汉堡的形状 如果你觉得太软的话 你可以加入一些面粉 做好之后 我们就用厚箱纸包着它 然后放汉堡入蒸笼中蒸 蒸大约45分钟 蒸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非常Q弹的 我们现在就用汉堡去煎一下 这样吃起来比较香 我会加入大约1汤匙的枫树糖浆 2-3汤匙的意大利黑醋 很快就煎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拿去组装一下了 我们还有剩下的酥肉 酥肉你可以做酥肠 我之前做过酥肠的视频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会放少少姜黄芥辣酱在旁边 剩下的酥肉你也可以继续吸收汉堡形状 蒸好然后放凉 然后就放在冰箍上 随时就可以拿出来解冻一下 然后煎一下它 然后就放在冰箍上 然后红柄 做好了 那我不客气了 鸡蛋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分享的豆腐豆片漢堡 這個漢堡其實功夫真的有一點多 但真的非常值得一試 加了豆腐令整個質感非常可愛 我本身喜歡甜酸酸的醬汁 所以我這次加了楓樹糖漿和意大利香醋 再加點甘辣醬真的非常香口 也非常開胃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和訂閱Vianne素食屋 記得分享出去令更多人知道素食都不太悶 如果大家做過不同的素食漢堡 或者想我做不同的素菜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訂閱了之後就會知道我最新的視頻的出路 所以記得按小鈴鐺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個視頻見吧 Let's Vegan 拜拜 多謝大家訂閱Vianne素食屋 大家都可以去我的Facebook MeWeed IG 或者微博找我 連結就會在我Youtube的Description裡面 每逢星期三或者星期五 我都會上載新的視頻 記得開的小鈴鐺 就會即時收到我視頻上載的通知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約定下個星期見 拜拜